哈喽各位 路虎卫视跟专业的木马人区别有多大 首先路虎方面有比较多的黑科技 木马人则比较直接 是比较纯粹的越野车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过这个大水坑 加上天气下雨 空气湿度大 路边变得非常湿滑 路虎有什么样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能不能上来呢 有四驱跟排辆大点的车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看起来好像问题不大 接着轮到木马人登场 木马人看起来就很有越野范 不过要我选 我肯定选路虎 毕竟我还是要追求舒适度的 路虎能上 我觉得木马人 肯定就是闭着眼都能上 专业跟业余的就是不一样 看起来更加轻松 接下来是这个 斜着向上凸起的斜坡 老规矩 路虎先来 哦吼 天呐 悬架行程不够长 车头之后滑向左边去了 但过这个坡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接下来是木马人 瞧瞧这个悬架 每个轮胎都有自己的角度 悬架行程 稍微比路虎长一些 但是下来时 并没有跟路虎那样发生打滑 接着我们前往下一个项目 模拟现实中的下雨后的烂泥路 这种路面非常考验车辆的四驱性能 任何一个轮胎使不上进 都可能现在那动不了 看起来路虎还是游刃有余的 打滑这种事情 意料之中 偶尔加点油门就行了 好家伙 木马人这边看起来动力更加的直接 看起来更加的粗犷野蛮 路虎卫视看起来则是柔和一点 感觉木马人的动力 百分百地传递到路面了 没有丧失太多的动力 路虎这边到一个泥泥上坡路 这次看起来把它难住了 一方面可能没有换轮胎的原因吧 这要是有卖巴赫的脱困模式 不知道能不能开出来 看来接下来只能叫拖车了 接下来轮到木马人了 是时候展现越野车跟SUV的区别了 就问这场面 哪个男孩不喜欢看 到路虎献车的位置了 哇 这也太轻松了 毫无压力 这时知道越野车的 为什么不叫SUV了吧 就早前哟了 那就最后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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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下联系的